茶干湖的东部别具特色 而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的塔河县 卖鱼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进入隆冬时节 当地的最低气温 已经突破零下45摄氏度 马上就去当地的农贸市场去看一看 这几天 黑龙江大兴安岭塔河 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30度左右 尽管天气寒冷 农贸市场里卖各种动物货的商贩们 是一个摊位连着一个摊位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 在零下30多度的低温下 一战就是一整天 你这小锤子是特意用来砸洞货的 都要没砸 要不然洞是打不开的是吧 对 天冷了 农贸市场里卖寻黄鱼的摊位也出现了 商贩们将一条条大鱼挂在摊位前 再用锯子将寻黄鱼切割成若干段进行出售 咱们这一块都有多沉啊 一块六七斤 六七斤 那你整条鱼是多重啊 四十斤 三十斤 二十 二十 一袋扔都没有 四十 多东西 每年都这么小 外边巨大鱼是吧 对 最大一条鱼齐子 二百多斤 卖家们切鱼使用的锯子叫手锯 其实是木工师傅常用的工具 由于寻黄鱼个头大 很少有人会买整条大鱼 于是商家就将大黄鱼均匀地切成小块出售 几经斟酌 商家们想到了木工用的手锯切割大鱼 不仅非常好用 而且损耗不多 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谢谢大家